-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-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-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-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春 -没错,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-陆服最新的时装 -时装永远都是每个月必出的东西 -什么真系列,什么比武 -什么艺宝 -顺序通通都是在时装后面 -好啦,废话不多说 -咱们来看这一期的时装吧 -这一期的时装一样是一男一女 -女性时装叫做奇罗秀梦 -男性的时装叫做根云布也 -首先,咱们先来看女性的时装 -按照惯例,技能展示 -不知道为什么,我想起了七龙珠啊 -他好像孙悟空的那个元气弹哦 -如果他的配音再配个元气弹三个字 -真的是货真价实啊 -也不知道他到底算不算好看啊 -我是觉得蛮好笑的 -呵呵呵呵 -OK,那咱们来看能力值的部分 -主角激攻触发 -对敌方所有侠客释放轻武 -降低目标五点怒气 -攻击400,护甲200,写量4000 -由一说一 -降低怒气的东西都还蛮恶心的 -而且这个东西没有回合限制 -就等于说以后主角激攻触发 -就会伴随着扣五点怒气 -不过五点怒气来说有点少 -算是普普通通吧 -如果是十点怒气的话就非常有帮助 -因为三本红游龙初始角生怒气是136点 -如果你是独队 -增兆敏加白笋 -毒爆三成扣30点 -那加这五点那就是35点 -相比于136还少了两点 -就是因为这两点 -所以对方依然可以释放大绝 -总觉得有点小可惜啊 -但是如果你的队伍是搭配神话龙女的话 -那今天时装我觉得就蛮有帮助的 -因为龙女扣怒会随着等级提升 -那如果多这五点 -开局就会有机会让对方无法释放大绝啊 -不过说实话 -这件时装的价值应该不是第一回合 -反而是2到15回合啊 -如果你是主角流 -或是搭配东斜的玩家 -你只要能稳定触发主角技工 -每回合扣五点 -那第二回合开始就会真的蛮有价值的 -好比你对抗北侠队 -北侠队通常是第四回合开始断路 -那有这件时装之后搞不好 -就是第三回合提前断路 -所以这件时装也算是有价值 -还算OK啦 -还可以 -OK 再来我们来看男性的时装 -按照惯例 -既然展示 -不知道为什么 -我感觉这两件时装都好好笑 -这件拿锄头攻击别人 -真的是蛮北蓝的 -不知道怎么说啊 -特别的有喜感 -而且跟我之前看过的一部漫画好像 -这部漫画叫做转身一世界当农夫啊 -超级像 -真的是有够好笑了 -好啦 再来我们来看能力值的部分 -战斗开始时 -为友方战力最高的两名侠客附加跟匀状态 -每次施放技攻时提升技攻伤害3% -可跌加5成 -持育智战斗结束 -攻击400 -护脚200 -起降4000 -有一说一 -这件好像也有点恶心 -因为技攻伤害这种东西只能用声望来跌加 -相当于你的技攻伤害可以免费增加15% -只要你跌得到5成的话 -因为这件又是持育智战斗结束啊 -光持育智战斗结束就非常有价值 -但是这15%能有多少帮助 -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-因为我不知道技攻的算法是不是跟最终伤害一样 -如果技攻伤害是最后才计算那就非常的痛 -但如果不是的话15%技攻好像就还好而已 -因为算法这种东西我不太精通 -这个只有以前的耳泥大大才有研究啊 -不过老实说这种战斗结束的提升时装 -还是非常的恶心啊 -反正怎么看都比那种持续两三回合的时装好太多了 -而且提升技攻的管道也非常少 -那这件时装可能就真的蛮有帮助的 -反正官方最近的时装真的是都还蛮恶心的啊 -不过最希望的还是这个时装的玩法啊 -如果时装都能搭配免费抽称号的那个活动就非常的不错 -不要像这次的拉霸一样啊 -感觉根本就已经偷偷修改那个几率了 -超级难抽有没有 -我昨天帮秦空抽完期望值也才0.5多 -真的是有点悲剧啊 -呵呵呵呵呵呵呵 -不过后来秦空自己抽超级旺 -好像变成250抽出时装吧 -看来一定是我先帮他吸收的厄运啊 -没错一定都是我的功劳 -好啦那今天的时装就介绍到这啦 -我是小春 -咱们下部影片见 -拜拜